講台灣 睡台灣 台灣的故事是講不完睡不淨啦 大家好 我是同愛的講國的安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想過的問題 修行人為什麼要吃素這件事情 你就合唱為什麼要吃素 不殺身 人家說那個我和慈悲嘛 然後和尚以慈悲為懷 不能殺身 可是 那不殺身的話 他只要不殺就好了 但是他可以吃肉吧 吃了就會幫助別人殺身 吃了會幫助別人殺身 你覺得是這樣子 那你知道早期的佛教裡面 沒有規定說 不能吃肉這件事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對 其實呢 早期在這個 2000多年前 釋迦牟尼佛創立了佛教的時候 當時他也是在這個尼布爾那邊 就是四處化園 脫波化園 有什麼就吃什麼 完全不能挑的 對 這就是化園的基本條件 就修行者吃素呢 應該可以說是我們東方社會 才有的傳統 中原佛教的一個特產 但是當時呢 佛教這樣的宗教呢 都是在做心靈層面 跟未來往生極樂 就是我們人的後世的 這一些超脫的 這個理念的思想傳遞 但並沒有 明令 我們說在這個 生活當中 要去 要去不能吃肉這件事情 那頂多就是說 有一些戒律要遵守這樣子 但什麼時候開始呢 定為不能吃肉呢 這就要從這個 梁武帝開始說起 他在把這個佛教 封為國教之後呢 然後呢 舉辦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法會 甚至呢 他自己呢 也把一些佛經當中的 這些論述呢 自己呢 再把它撰寫出來呢 或者是呢 再錄出來之後呢 廣泛的 用一些淺淺一種的文字呢 發佈 利用他的政治力量 然後呢 發佈到全國各地 就在大力的推廣 佛教的教義 那其中就有一篇呢 漢武帝自己寫的 這個文章呢 叫做呢 斷酒肉文 對 這個名稱 很明顯就要告訴你 斷酒肉 後來呢 就會有一些呢 讀書人 就在質疑這個 斷酒肉文 他的這個公正性 這些讀書人就認為說 可能是梁武帝呢 自己斷章取義的關係 這個佛教裡面呢 他並沒有 規定說不能夠吃肉啊 他只有說呢 這個 你不要去殺生就好 然後呢 如果呢 你去化園了 得到的是三不禁肉 你就可以吃這樣子 對 所謂三不禁就是呢 這個 這個動物 他不是因你而死的 而且呢 你也沒有看到 他的死亡過程的 那都可以吃這樣子 對 可是呢 在 梁武帝呢 他認為裡面呢 乾脆就是呢 你把他一切 這樣的根源都斷掉 最為乾淨 就最沒有問題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通常 吃肉這件事情 我們會怎麼形容呢 在佛教裡面會說呢 你有吃荷 還是吃樹 那荷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呢 一些刺激性的 這一些植物 刺激性 注意哦 荷這個字 它不是肉字旁 它是草字頭 是刺激性的植物 比如說 蔥 薑 蒜 基本上就是因為 佛教徒認為 這些刺激性的東西 會亂我們的心智 會刺激我們的心性 對 所以呢 認為這些東西呢 是會阻礙我們修行的 因此呢 蔥 薑 蒜 這些五辛的東西 是不能吃的 對 那直到了 梁武帝呢 才把它定為說 你連肉都不能吃 所謂的荷辛 指的是這些辛香料的植物 那因此呢 乾脆通通借料 不准你吃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好 可是呢 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吃樹這件事情 是變成是中原的 這個特產呢 因為呢 全世界的和尚呢 真的只有呢 是梁武帝之後的 我們的中古的和尚 在遵守不吃肉的這個戒律 換個角度想 如果今天 我們讓西藏的這些喇嘛 不吃肉的話 會怎麼樣 那你想在那個 兩三千公尺的海拔上面 除了牦牛 馬 跟羊之外 你要連找一顆青顆都很難 然後青菜更不用講了 你要這些人呢 不吃肉的話 基本上你乾脆要他死比較快 那日本的和尚的話呢 更不用說了 日本和尚呢 他根本就是個職業 當然有些教派不一樣 有的教派是他就是 這個和尚是個職業 所以日本的和尚可以娶妻 生孩子 還上下班打卡的 就是這樣 所以吃肉這件事對他來講 不是戒律的範疇啊 他如果正常來講以這個 如果正常以素食來講 我們講健康素就不管了 健康素就是因為我不吃動物性蛋白質 對不對 那我就不去沾這個肉 那我就挑旁邊的東西吃嘛 叫鍋邊素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以一個 你是教徒 你又遵守戒律的 那你吃鍋邊素 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對啊 因為鍋邊素 它裡面還是有肉啊 那如果你教義來講 當初梁虎帝會訂這個東西 它就是規定說 因為你不要殺生 以免你去犯了因果循環的戒律等等 所以呢 乾脆都不要吃 不要殺 沒有買賣就不會有傷害嘛 對不對 那沒有殺害就不會有因果嘛 好我現在說 有些人就會這樣 我是可能家裡姓婆的 然後我吃鍋邊素就好 你們大家吃沒關係 我就挑旁邊剪你才吃 但是那個肉還在那邊啊 只是被別人吃掉了 不是被你吃掉啊 對不對 而且它的血水都在湯汁裡呢 沒錯 所以因果那個葉還在那裡啊 所以我就覺得 有些人會很堅持就說 啊沒關係啊 我就鍋邊沾一下鍋邊沾一下就好 好你如果是健康的我OK 因為你不想碰動物性蛋白質 對有些人可能在健身幹嘛 他就是這樣子 對 那 可是有些人就是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因為你的教育的因素 然後呢 或家庭因素 然後你不去吃肉的話 但你吃鍋邊素 我覺得 這就交往過真的 這就偏掉了 失去原本這個吃素的意義 真的 對 你說不沾昏心 OK 那蔥薑算不要吃嘛對不對 就基本這些東西這樣 好你挑掉可以 反正那就菜 但是你說啊這個肉湯 我只挑裡面的麵條吃 我挑旁邊的這個丸子吃之類的 對 那不對啊 肉還在那邊啊 它還是因為你 然後在那一鍋裡面啊 對 所以這個我應該要把它抽離 分開來思考 當然現在因為 全球的環保議題的關係 然後呢 大家開始重視了 畜牧業的這個碳排放量啦 各種環境議題 所以呢 就開始推廣說要吃素 然後甚至有一種無肉生活 不管怎樣 我覺得呢 吃的這些東西呢 只要呢 能夠呢 現在我們現代啦 只要能夠維持我們的 身體基本營養所需 那你不一定要去吃什麼 動物性蛋白質 或是什麼特定的東西這樣子 那有些人甚至會說 我吃素了沒關係 但是呢 我有其他的營養品 可以來補充我身體所需的 維他命啊 或是所需要的東西 都是可以的 好 那這邊呢 就提供了 這個呢 吃素的一個由來呢 給大家參考了 那我是安導 如果有興趣呢 想要再聽我呢 幹股什麼樣的議題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訂閱 按讚 分享我的頻道喔 那我是安導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